社会上的每一天 台长在这里给大家四句话 这个对你们修心很有帮助的四句话 对生活上有很好处 叫寡言养气 就是话少一点啊 这人气就好 寡言啊 就少说点话 这人气就多 寡士养神 你事情少一点 你的神啊 精神就愉快 少一点烦恼 对不对 第三句话叫寡思养精 就是你不要什么都想啊 烦恼啊 你听到吗 你们看神经病怎么样子 神经病 就能听 不神经病 小心对不对 就是告诉你们 他小孩子一笑我想起来了 你们听过网上 我们心里有一个小孩子四岁啊 会念大悲咒 念礼佛大忏悔人 死都不认识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告诉你们 真的都是前世修的 还有第四句话 叫寡念养性 你的念头越少 寡就是少一点 你念头越少 你的心情越平静 念头太多了 欲望太多了 我要多少钱啊 讲老师话 你真的有多少钱 你能不死 我都全愿帮助你们修钱托 那死了啊 什么都带不去的呀 我告诉你们 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 很聪明 他说什么 他说我死的时候 如果我钱留得太多 我造成了我的后背要打架 吵架 风云了 吵架了 我如果没有什么钱给孩子的话 孩子 大家平平安安的 对不对 你爸爸妈妈钱很多 打官司 争财产 你们说有没有 很简单的 兄弟反目为仇 他如果上个天 他心里看得也难过 自己的孩子 死掉之后 吵架 打架 对不对 所以要记住 另外呢